原始心魔所向无敌 携带方寒狂暴之后的所有力量 但是依旧被无暇方寒给一抓抵挡住 无暇方寒此时 一下站立起来 流离近火 熊熊燃烧 光明大作 再现了上古佛陀降服心魔的手段 他一找推出之后 捏翔魔应诀 背后出现了三千佛掌 掌心中处处都是神佛 金刚 冥王 哇 那原始心魔被一下打得化成了滚滚黑烟 但下一刻 又凝聚成形 居然不能够被磨灭 方寒 我是原始心魔 心魔之祖 我是每一个人的化身 每一个人 哪怕是仙界的天君 都有我寄居在心灵之中 你不是我的对手 臣服于我 就是臣服于你自己 来吧 被我吞噬 你会得到双倍力量 原始心魔 踏着黑烟 滚滚如潮 耸立天地 突然一下变化 居然分出了四个身体 分别是玲珑仙尊 人皇笔 赤渊魔尊 心魔老人 而原始心魔的本体 居然变化 成了方清雪 任你变化 但我已经成为无暇之体 静如流离 所见之处 一切成空 分我如一 为我独一 这世间 只有无暇之方寒 没有心魔之方寒 方寒面对原始心魔的变化 没有一丝的情绪波动 它就好像一块纯净的水晶 圣石 突然一下变化 化为了一道光芒 四刀飞刀 四剑飞剑 突然斩杀 扑哧 风卷残云 所有的原始心魔化身 都被斩杀成了两端 智慧之剑 玲珑仙尊又是一阵 就看见方寒身体所化的白芒 在空中 凝聚成了一口圣剑 这圣剑没有一点真实感觉 但却无间不摧 无法不破 这不是真实的飞剑 也不是法宝 更不是神通 而是一种境界 佛门之中的会剑 就是如此 精神境界 会剑 就是智慧之剑 当大因果树 修炼到了极强境界 成为无暇之体 精神 也如流离一般 纯净透明 智慧通天彻地 就会凝联成智慧之剑 斩杀一切邪魔 降伏种种妄念 斩杀情思 永远没有因果缠身 自身没有因果 才能够掌握因果 方寒此时此刻的法力 已经不可思议 我化智慧之剑 斩杀心魔 降伏妄念 种种情爱 不加我身 方寒变化为智慧之剑的形体 再次变化 纵横穿梭 突然一下 把那些黑烟斩杀的滚滚散散 全部都消灭一空 那原始心魔 也消散在了空中 你要记住 纵然有通天的智慧 也无法消灭魔念 我始终在你心中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这八个字 不停地响彻在空中 经久不息 方寒陡然向前踏出一步 发出红中大铝一般的声音 没有错 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一尺高地道 可以降伏一丈高的魔 任凭你魔再高 我道永恒 轰隆 这红中大铝一般的声音散发出来 那魔气突然一阵 真正的消失 声音也尽己无踪 天空中 佛光凝结成了莲花的花瓣 纷纷降落下来 如雨点清洗这个世界 花雨缤纷 方寒站立在花雨之中 没有一点花雨降落到他的身上 无暇之身 香气四溢 永无休止 这一刻 他似乎成佛了一般 方寒 你练成了大因果术 怎么样 突破到了天仙境界没有 风白雨急忙道 没有 天仙境界 哪里有这么容易突破 我不过是练成了大因果术而已 不过我的肉身 比以前强横了许多倍 无暇之身 果然非同凡响 方寒一捏拳头 刚进的力量 几乎是可以打爆一个大事件 随时撕裂仙界 跳跃进去 我现在的力量 可以撕裂仙气 这是单凭肉体的力量 我甚至可以撕裂仙界大门 破空飞胜 方寒仔细地查看体内情况 发现大因果术 在三千大道之中 最为尊贵 几乎是可以和小宿命术 并驾齐驱 此时此刻 大因果术的符文 变化成的不是因果连胎 而是一个类似于佛陀的圣胎 悬挂在自己体内世界中 渗透进入八部浮屠 掌控着所有生灵的一举一动 方寒只要内心一动 所有八部浮屠中生活的生灵 就算是没有被度化的 都可以掌握他们的内心世界 甚至改变他们的未来 所有生灵的未来 似乎都可以推算得出来 尤其是八部浮屠深处的世界 每一个世界的土地 都焕发出了一种流离光泽 充满生机 美轮美奂 以前的我 联合八部浮屠的力量 相当于五六位天仙加起来的力量 但是现在 足足相当于十多位天仙联合 此时 方寒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 已经不能够用猎马奔腾来计算了 只能够用一般的天仙来计算 战力澎湃 所向无敌 血肉圆胎之中 那血液气灵 也感受到了因果之力 欢呼雀跃 有了大因果术 我甚至可以尝试 就在八部浮屠之中 转世脱离本体 可惜 如果他学会了大轮回术 把轮回之盘 也融入了八部浮屠中 使得浮屠中拥有轮回之力 那就真正的圆满了 天仙大道 我离真正的天仙大道也不远了 随时都能够突破 这次神足大劫之后 我肯定能够突破 然后去仙剑 方寒默默查看体内的情况 有一种意志 随时都可以降临仙界的感觉 世间自在王佛 他一练成大因果术 立刻就运用因果之力 开始祭练世间自在王佛的福 这张神秘符 一下就被激发 上面无数的佛阵显现了出来 方寒几乎迷失在了符之中 他从来没有看过 一张符上 有如此之多的阵法 每一个阵法 都是一个古老的洪荒世界 不知道通向哪里 这张符 显现出了 世间自在王佛的真正实力 扑痴 方寒好不容易收拾住了心神 催动着一些 他能够催动的大阵 参悟着 一阵佛光闪烁而过 就把他自己包裹住 整个人就已经彻底消失 不在世间 好像入灭了一般 风白雨连忙施展出天皇镜照射 镜子之中 都显现不出方寒的影子来 佛陀入灭大阵 玲珑仙尊一看 微笑起来 好 果然是佛门最为古老的 佛陀炼制的符 咱们可以凭借着大阵 潜入太原仙府之中 走 一起去太原仙府 方寒又从空中显现了出来 把符一下催动 就把人黄笔 风白雨 甚至玲珑仙尊等人都卷了进去 又消失 下一刻 出现在了龟须之外 海上的龟须 依旧是许多时空黑洞组成 连接着无穷的异度空间 好多高手 方寒刚刚来到海面上 就看见了无数的长生秘境高手 在龟须上飞来飞去 这些长生秘境的高手 何止千计 身穿着 都是一件件 印有两个古老文字中央的衣服 这些都是中央大世界的人 果然是 接到了仙界符照 来支援太一门 风白雨道 此时 方寒等人 所处的是一个平行宇宙中 世间自在王佛符制造出来的 就算是神仙都不可能发现 他们能看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 而现实世界中的人 却不可能发现他们 这就是佛陀入灭大阵的威能 好多虚现 方寒看着这些长生秘境的高手 心中痒痒 恨不得一拳打出 把这些人全部收入八部浮屠之中度化 不过他现在不能够轻举妄动 要悄悄地取得太原仙符宝藏再说 就在他再次潜伏进入的时候 就看到了进入太原仙符的归虚通道之中 许多虚仙高手 盘膝坐在空中 连接成了一座大阵 这些虚仙身上穿地道袍 也印有中央两个字 好像甲骨之纹 足足有上百位虚仙 不成的大阵 封锁住了一切 就算是天仙降临 恐怕也要耗费一些手脚 才能够闯过去 百仙大阵 风白雨精道 中央大事件 实力怎么如此雄浑 我并没有看到太义门的人 方寒一个穿梭 直接越过了百仙大阵 再次向其中进入 耳朵里面听到了许多声音 忠师弟 咱们中央大事件 乃是三千大事件第一 这次为什么要听从仙界的符罩 来听从小小一个太义门的拆遣 简直是让一头神龙 听蝼蚁的命令 这样可笑 百仙大阵之中 一尊虚仙愤愤不平 太义门降临下来 有一尊神仙使者 他秉承了天界 灾难天君的意志下来 我们中央大世界的老祖宗 虽然厉害 但也不能够得罪灾难天君 那般传说中的存在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传闻 在不久之后 灾难天君的一位儿子 仙界中传说的大人物 要降临下来 抓捕殿母 天君的转世之身 现在正在紧密筹谋这件事情 那尊大人物 我们中央世界的老祖宗 都要讨好 以后 有无穷想象的好处 一位虚仙神秘兮兮地道 那神仙使者 就是他的手下 太义门 也是他的棋子 原来如此 这等传说中的人物 不知道是何等威能 是啊 我们虽然是虚仙 在各大世界中 有一些名头 但到达仙界 就是奴隶一般的存在 和这种大人物比起来 什么都不如 第911章 再入太原仙府 原来那大人物 是灾难天君的儿子 是什么修为 最起码都是惊仙以上 中央大世界 真是不可思议 居然连这等隐秘的事情都知道 方寒飞越过百位虚仙 组成的百仙大阵 听到这些奥秘 心中也是一阵震惊 虽然他现在世俗之中 几乎无敌 但是和仙界的大人物 仍旧不能够相比 看 方寒 那是排名第二的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的人 居然也铸扎在这里 心魔老人在佛阵之中 向前一指 果然就看到了一个 归虚通道中 也散布着一些虚仙 真仙 除此之外 长生八重混动 七重界王的 长生秘境高手 多不可数 这些人 都穿着一身华丽铠甲 铠甲之上 有天王二字 这是排名第二的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的人 居然也都围绕在这里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又在把守关口 严禁人出入 第一中央大世界 第二天王大世界的人 都出动了 仁皇比道 看来这次神族大劫中的 变化无穷了 当然 这次神族大劫 会引动玄皇大世界的本源 一些隐秘的宝藏 会纷纷显现出来 这些大世界的人 一面是得到了仙界的福照 一方面也想窥视 玄皇大世界的宝藏 玲珑仙尊道 七府 三库 一密藏 这些宝藏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仙气仙丹 甚至还有上古 遗留下来的仙界仪器之物 或者是上一个宇宙 遗留下来的宝贝 上一个宇宙遗留下来的 方寒想起了 祖物镜和万恶之源 到底上一个宇宙 是什么意思 上一个宇宙 是上一次天人武衰之前的世界 不知道是在多少纪元之前 玲珑仙尊道 那个时候 三千大千世界 都还没有产生 整个天地宇宙之中 也没有星空 谁也猜测不到 上一个宇宙 是个什么状态 后来大劫之后 这个宇宙形成 就化成了无数的星球 星域 三千大千世界 还有各种各样的异度空间 玲珑仙尊解释道 不过这天地演变 是造化的事情 我还远远没有到达 参悟造化的境界 也难以解释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 造化之玄妙 谁能够参悟得透 不过上一个宇宙 能够遗留下来的大能 都已经是接近永生的高手 他们都在寻找永生之门 企图进入其中 人皇彼道 这一次的天人武衰 也恐怕不远了 风白与淡淡地道 这才是真正的仙凡大劫 如果能够度得过去 我们也会成为 接近永生的高手 成为仙中王者 也许 我们会死在大劫之中 赤渊魔尊道 好了 这是遥远的事情 不用去考虑 人皇彼道 太原仙府就在眼前了 果然 那些高手 都在共同祭练这座仙府 在这一连串的神念闪烁之间 众人已经穿梭过了 层层高手的守护 进入了太原仙府所在的 那片龟虚之中 这片龟虚 和方寒以前来的时候 已经大不相同 到处都是一蓬蓬的火焰 有天界静火 有仙灵大火 有九天神火 有中央星火 这些火光 都是由几尊巨无霸式的高手 发出来的 方寒一眼就看见了 其中一个高大的形体 发出了滚滚的天界静火 在攻打太原仙府的静置 把太原霞光炼制的 化为了一阵阵的青烟 这个高大的形体 就是太义门降临下来的 仙界使者 现在已经是神仙修为 方寒看着此人 觉得以自己现在的修为 足可以和他抗衡 但是要击败对方 非常的困难 除了这仙界使者之外 和他一起的 还有两尊道人 其中一位道人 身材瘦小 但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皇冠 身上的气息 居然丝毫不弱于仙界使者 而且他的一举一动 都小心翼翼 似乎是怕庞大的力量泄露 被天界之道 从而揭引飞生 这个瘦小的道人我认识 是天王大世界的 天王帝国的主人 修为深不可测 星魔老人道 我曾经把星魔大教 传播到天王大世界中去 但被此人阻止住 用七星天王神功灭了 星魔种子 另外一个道人似乎更厉害 方寒又把目光看向了另外一人 那个人身材高大魁梧 面容是天庭饱满 眉宇之中带有霸气 无时无刻都掌握中央 掌握基书 无时无刻天地宇宙 都要以他为中心旋转 无时无刻都带着中央的权威 毫无疑问 一看此人的气质 方寒就知道 他是中央大世界 极有权威的人 甚至是中央的世界的皇帝 两位道兄 你们尽管施展出全部的力量来 我送给你们的两道符 可以从天界法则之中取巧 不被天界规则所知道 这是上天赐给我的 所以 你们可以施展出真正的力量来 攻打太原仙府 得到其中的玄聘之门 还有三枚太原大罗丹 神仙使者突然道 不是我不施展权力 而是怕施展权力 破坏太原仙府 会惊动在天界太原仙尊的园林 万一降落下什么手段来 我们也有一些吃亏 天王大世界的瘦小老人道 李天王 你这话就错了 这次 我们取得太原仙府的宝库 是秉承了灾难天君 永恒天君的意志 那太原仙尊在仙界 虽然修为高深 但远远不能够和两位天君抗衡 怎么敢有所动作 神仙使者冷笑连连 此时 太一门的人 如太皇天 太和天 太虚天等人 都不见了踪影 不知道是不是进入了太原仙府 收刮宝藏 好 我就发挥出权力来 给我破 瘦小老人李天王站立起来 全身的力量 骤然爆发 当空一击 顿时天昏地暗 一座石方宝状出现在空中 向下镇压旋转 砰砰砰 砰砰 连续地爆炸 太原仙府周围的宫殿 被炸出了一个大窟窿 看我出手 撕裂霞光 那中央大世界之主 大手一抓 如太古战神 震得仙府外面的太原霞光 纷纷破碎 居然显现出了 石制的大门 随后 三大高手一起出手 砰 那石制的大门 居然一下 被轰得支离破碎 显现出了太原仙府之中 古老而深幽的大殿来 其中无数风化的尸骨 出现在大殿之中 古老的时间流逝之力 从其中咆哮 奔涌而出 冲击向了三大高手 同时向外面扩散 啊 啊 啊 惨叫连连 这古老的时间流逝之力 居然冲入了许多 闺须通道中 一些天王大世界的弟子 还有中央大世界的高手 被时间之力一冲 那些修为弱小的 立刻就显现出了衰老的状态 方寒亲眼就看见了 足足有数百个 长生秘境低阶的弟子 万寿镜 不死至深的高手 从少年状态一下 就变得白发苍苍 老太龙中 随后弃绝身亡 居然是被时间之力侵蚀 而直接死亡 太原仙府一被打开 迎接这些高手的 不是丰厚的宝藏 而是流逝的时间 该死 这是岁月大阵 神仙使者咒骂了一句 双手举起 一尊令牌仙器笼罩四方 正是天谴之令 这令牌 在岁月时间之力的冲击下 上面的仙器 居然都开始流逝 方寒身躯一阵 他感觉到了 太原仙府一被打开 那时间流逝渗透之力散发了出去 每一眨眼的功夫 都可以消掉人的千年寿命 甚至是万年寿命 也就是说 如果一尊万寿镜的强者 一被席卷到 立刻就衰老而死 而就算是戒王境 混动境的一些强者 也必须要运转起 自己的时间法则 与其对抗 不过方寒却是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大因果树 一下修炼成功 发挥出了世间自在 王佛福的作用 等于是跳跃出了万界 不在五行之中 时间之力也侵蚀不到他 刷刷刷 方寒和众人 一下就悄悄地 冲入了太原仙府大殿 踏着无数风化的尸骨 感觉到那时间奔涌的力量 越来越大 每一个刹那 千百年的寿命就过去 岁月大震 名不虚传 太原仙府 在没有受到伤害的时候 还算是温和 一旦受到伤害 那就会彻底狂暴 我看就算是一名虚仙 踏入大殿 都不能够存活下来 是外面三大高手 彻底激怒了其中的 玄聘之门园林 风白雨道 给我压制 就在这个时候 他话音刚刚落下 外面就响起了怒吼 无数光滑闪烁 仙道法则轰击而出 居然把奔涌的时间风暴 给反击了回来 他们又出手了 居然开始压制岁月大震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 果然非同凡响 玲珑仙尊目光一闪 这太原仙府 有十二万九千六百门户 对应着一元之数 有的是生门 有的是死门 不过其中都储藏有珍宝 咱们分头行动 收刮宝贝 好 谁有机缘 得到好的宝贝和丹药 就归谁 也避免了争夺 心魔老人点点头 等下中央大世界 太一门 还有天王大世界的高手 都会进来 咱们必须要手脚快 人皇笔道 第九百一十二章 天古大震 玲珑仙尊 人皇笔 心魔老人 赤渊魔尊 似乎是各有算计 在方寒一下愣神之间 就已经穿梭过各种门户 消失不见 留下方寒一人在大殿之中 我当时法力还浅薄 虽然在这大殿之中住了二十年 但却没有到处走动 现在重新来到这大殿 感悟良多 方寒却没有动 只是看着四周 太原仙府大殿之中 无数门户 巨大石柱 还有从那些门户之中 流淌出来的各种法力 就感慨不已 现在他的修为 比当时高出了 不知道多少兆贝 当时 他根本不能够 在这大殿之中走动 因此住了二十年 都没有发现什么玄奥 但是现在却不同 眼神一扫 就发现了这座大殿的结构 这大殿的苍穹之上 群心密布 周围门户伶力 代表着的是诸多时空 整个仙府 大殿上呈天空之玄奥 下接大地之厚重 可谓是隐隐约约 有了一丝宇宙的奥妙 似乎要自行开辟出一界来 在大殿深处 仙府最优深的地方 方寒感觉到了 无数的力量在爆发 在进行着蜕变 似乎是太原仙尊 布置下了一招棋子 在个时候 棋子即将要发挥作用 而且 各个门户之中 有的冒出了绝杀气息 有的却是宝光闪烁 胆气千条 有的似乎蕴含着 各种神通道书 基本上 哪个门户有宝藏 哪个门户是绝路 通向死亡之地 方寒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过 他却始终是看不穿 这太原仙府的核心是什么 那仙气玄聘之门的 真正面目是什么 而且 他甚至是无法感应到了 当年那个教导 自己倒数的神秘人 任何气息 那个在太原仙府之中的 神秘人 好像失去了踪印 或者是最终 被仙府禁止困杀了似的 不过方寒的感觉之中 预料到这神秘人 肯定不会那么容易就死 自从把大因果树 修炼成功之后 成就无暇之身 他对于推算 未来种种可能发生的 天机变化的能力 就大大增加 因果之力 本来就蕴含天机 轰隆 在他感悟的时候 外面又是一声大响 无数强横的气息冲了进来 落入仙府大殿之中 为首的就是太皇天等人 太一门弟子 太皇天现在 一身黄袍 气息威严 居然踏入了天仙的境界 而且在他的身后 隐隐约约 显现出了灾难天君的影子 修为比起方寒 杀死的绝武神 衙物本都要强横几分 不过方寒一看就是知道 太皇天得到了 仙界降临下来的好处 并不是自己辛苦修炼出来的 他身为太一门重要人物 自然也是仙界 一颗重要棋子 现在紧要关头 仙界肯定会给他足够的好处 而太和天 太虚天两人 都已经修炼到了真仙修为 太魂天 居然也成为了虚仙 不过和太魂天并列的 居然有一个绿色头发的女子 竟然也是虚仙境界 而且隐隐约约 要突破到真仙的味道 这个女子 居然是太炎天炎沉鱼 是苏秀依的情人 这个女子 父亲早就飞升 到达了仙界掌握权势 看来这次也得到了 天界巨大的赏赐 不然修为怎么会增长得如此之快 方寒眉头一皱 太皇天师书 这次那仙界使者大人 引来了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的人 高手如云 一起来打开太原仙府 有可能是引狼入室 我们根本得不到太原仙府的宝藏 太炎天对太皇天道 无妨 我现在 已经修为 到达了天仙之境 可以沟通上天 太皇天脸上浮现了冷笑 我得到了我们太一门 在仙界历代飞升的祖师意念 指点我们这次 如果得到太原仙府的宝藏 再说了 神仙使者是向着我们这一边的 这是天界的意思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的人 也都不敢胡来 而且 我也并非没有杀手锏 那就好 师兄居然能够直接沟通 我们太一门历代飞升的祖师 那再好不过了 太和天微笑着道 咱们现在站立在了太原仙府的大殿之中 依照祖师的指点 该怎么进入 这太原仙府 一共有十二万九千六百门户 每一个门户 都蕴含鬼神莫测之玄机 进入其中 就等于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宇宙 要万分小心 但是我们仙界的祖师 已经指点我了一条名路 太皇天道 在太原仙府之中 曾经有一尊厉害的人物 被困在其中 不过却没有死 掌握了大部分的静止力量 想要凭借盖世之神通 压制住玄聘之门 不过却造成了两两千制的局面 这尊盖世人物 是太原仙尊 曾经还没有飞升的时候镇压的 到底是谁 太炎天炎陈于道 那就不知道了 太皇天 不过 我们只要找到了此人 再镇压他 那就能够掌握整个仙府 到那个时候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的高手 被神仙使者牵制 我们就能够安然掌握玄聘之门 而且 永恒神炉在暗中隐藏 到时候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什么 永恒神炉不是去了仙界吗 上次镇压方寒 他都没有出手 如果有他出手 那么方寒那小子 就已经被我们杀死了 太虚天恨恨道 他是怕惦母天君 太皇天道 他上次去仙界 也是传闻之中 永恒天君的意志降临了下来 同时把淹水天送入仙界 淹水天进入了仙界 华天都也进入了仙界 不知道这两人以后的成就会怎么样 那就看他们的运气了 运气不好 成为奴隶 运气好 投靠大人物 说不定就会成长 要知道 不修炼到天仙境界 在仙界根本没有一点的地位 就算是虚线 也是奴隶 太皇天摇摇头 好了 各自分工 进入门户 太皇天话一说完 把双臂一阵 施展出天仙的实力 进入了一个门户之中 与此同时 他的手上闪烁出了一道符 似乎是仙界祖师降临下来的 指点他的道路 哼 这太原仙府的门户千千万万 正好成此机会 灭杀太皇天 把太一门的高手 全军覆灭 不过似乎不要打草惊蛇 还是先收刮门户之中的法宝 方寒身体一闪烁 也进入了门户之中 刚刚进入一个门户 无数的大阵就运转起来 方寒肉眼一看 起码看到了 整整有数十座巨大的仙阵运转着 这数十座仙阵 犬崖交错 组成了一尊獠牙大口式的沙士 和一个隐秘时空沟通 直接咬合 足可以把天仙以下的任何高手 都困在其中 好杀阵 秉承乾坤天煞之力 这太原仙尊 不愧是上古九尊大仙之一 方寒身入大阵之中 那大阵似乎是没有感觉到他一般 自然是世间自在王府的效果 这张符 有无数难以想象的玄妙 方寒现在 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作用 不到万分之一 就已经完全地受用不尽了 如果施展八部浮图 现在方寒只能够硬闯 要进入太原仙府 要对抗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的高手 这几乎是根本不可能 而现在却悄悄潜伏进来 甚至是太原仙府的阵法 都发现不了他 丝毫无烟火之气 超凡脱俗 这幅的功效 杀伤力并没有 对于战斗 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各种辅助妙用 却是世间一绝 这是一个储存丹药的时空 方寒越沙阵 就看到了这片时空中 到处都漂浮着强大的丹药 甚至比荒神之池中的丹药 大多数都是仙丹 而这个储存丹药的时空 大多数都是 普通的天级灵丹 地级灵丹 可以供神通秘境的人修炼 好 如此之多的低级丹药 不错不错 正可以让八部浮渡中 无数帝国的生灵 增强修为 要知道 仙丹虽然好 但不到长生秘境 吞浮下去 就会死亡 方寒张口一息 这个时空之中 无数丹药 如法胜射立 涅丹还阳丹 龙神丹玉叶大还丹 这些丹药 化为了鱼点一般的 进入他口中 甚至 方寒还看到了 九窍金丹 成千上万 化为丹羽 足足有数百万枚 上千万枚 也飞了进来 进入三十三天世界 让里面的许多人 都兴奋不已 天 如此之多的天级 地级灵丹 新竹等人 只看见丹羽不停地 从天上降落下来 狂喜不已 有了这些丹药 门派中的弟子 再次会突飞猛进 假以时日 神通秘境 长生逆境的高手 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冒出来 这不过是其中的 一个小丹药宝库而已 方寒一下 收取了这个空间之中的丹药 佛光一闪 无声无息 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刚刚一进入这个空间 咚咚咚 咚咚咚咚 无数的鼓声响彻起来 震撼天地 方寒立刻就看到了 一片星空之中 无数的战鼓 悬浮着 至少有上万面 每一面战鼓 都是上品倒气 形体巨大 如小山一般 自动震响 绝品倒气战鼓 围绕着三尊星球 一般大小的战鼓 一起轰鸣 发起共阵 那英波族可以直接 把戒王静 甚至是混动静的高手 震得化为虚无 一座战鼓大阵 由上万件上品倒气 三件绝品倒气组成 都是战鼓 众华天鼓大阵 方寒震撼道 第913章 木野公子 一共一万五千件 上品倒气的重华天鼓 还有三件绝品倒气的 重华天鼓 配合在一起 组成了大阵 方寒 这座大阵 真是太爽了 一定要全部收取 全部收取 传闻当年太原先尊 用着古阵助威 对抗神族大军 英波所到之处 处处都消灭 言狂吼起来 这座古阵 的确是惊世骇俗 英波在不停地震荡着 不过却无法伤害到方寒 好 收了 这些重华天鼓大阵 收入八部浮屠中 融入木骨 给八部浮屠 再次增添一重力量 方寒也是毫不停留 立刻出手 大手一抓 石爪祖龙之手 飞升而上 直接冲入了天鼓大阵之中 立刻那天鼓大阵的音波 就被搅得混乱无比 无数愤怒的声音响彻了起来 是重华天鼓的气灵 这些重华天鼓 每一个天鼓 都有强大的气灵 相互联合在一起 就算是一件上品盗器 不相当于不死之身的高手 那三件星球一样 大小的战鼓 更是超越了混动镜的高手 甚至更为强横 媲美虚仙 这三尊绝品道气级别的重华天鼓 可都是渡过了雷杰的远古存在 所有的法宝气灵 愤怒起来 全部都开始怒吼 战鼓之声 越来越响亮 对抗方寒 一支法宝 组成的大军队 滚滚杀来 无瑕之身 所向无敌 佛法无边 万物化龙 方寒突然一下冲起 全身放射出万丈佛光 那是大谱度数 在修炼成了大因果树之后 它的所有佛门神通 大谱度数 大超度数 大解脱数 大龙象数 都水涨船高 到达不可思议之境地 尤其是那大谱度数 几乎是瞬息之间 就可以度化同一境界的存在 天空中 一尊尊的重华天鼓 就被瞬间度化 一声长啸 化为了一条条的阴波之龙 飞入八部浮屠中 进入木骨本体之中 三剑绝品盗器 你们也不要挣扎了 被我度化吧 瞬息之间 天空之中的 一万多剑上品盗器的 重华天鼓 全部都被收取 只剩下三剑绝品盗器 大如星球的天鼓 方寒大手一抹 施展出了足足 可以抹杀天仙的手段 指一下 那三剑绝品盗器的气灵 就爆炸化为了真龙 连同天鼓本体 全部进入了木骨内 哇 得到了这座天鼓大阵的融入 似乎天龙八音 又似是佛作狮子怒吼 震慑邪魔 稍微移动 音波成同星猿一般地传播出去 这个空间被扫荡得七零八落 哈哈 威力大增 这一座大阵被炼化 简直是相当于炼化了一尊天仙 我现在的力量 足足相当于十三名天仙的力量联合 方寒又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节节攀升 心中十分欢喜 他现在和八部浮屠人宝合一的力量 足足相当于十三名 绝顶天仙的联手 就算是神仙 也就相当于十名天仙的力量 也就是说 单单在力量上来说 他的法力已经超越了神仙 这座众华天谷大阵 相当于一位天仙 这个空间的法宝 被我收取到了 再转战下一个空间 方寒此时 就好像一头蝗虫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先是掠夺了丹药空间宝库 再掠夺了众华天谷大阵 紧接着在下一刻 他就出现在了另外一个空间中 这个空间 全部都是一具具强大的太古神兽师骸 还有一座座的金山 其中有虚空金石 法金玉石 甚至还有物神之石 天金之石 那是 灵魂之石 生命之石 方寒眼神一扫 就看到了一座小山般大小的巨石 通体散发出了纯净灵魂的气息 居然是灵魂之石 当年 司马冲 红天经两大无极星宫的天才 吞了拳头大小一块的灵魂 生命宝石 就生生从神通石中逆天改命的境界 直接冲击到达了不死之身 现在 在这空间之中 居然有小山一般大小的巨石 这得能够让多少弟子 提升灵魂本源和生命本源的力量 进行突破 直接变化为了洪荒祖龙 猛烈一息 这些宝贝全部都吸入了其中 又一个空间被席卷一空 宝贝 宝贝 太原仙府之中 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宝贝 这下 我们造化门发达了 在三十三世界中 六大门派的人 五大魔宗的魔帝 长老都狂吼起来 欢呼雀跃 太原仙府的宝藏 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 好多的宝藏 这太原仙府 比天舞之库的宝藏要多得多 不过天舞之库 被黄泉大帝扫荡过一次 沿沿欢呼雀跃 看见三十三天世界中 出现了无数的大黑洞 那黑洞之中 不停地降落下了法宝 丹药 各种炼器材料 珍惜石头 它好像一个守财奴似的 把一些珍贵的宝贝 偷偷藏了起来 方寒接近着 又扫荡了一个空间 那个空间之中 全部都是 来自于仙界的一些材料 世俗之中没有 比如仙灵雷石 玄仙子铁 至高木亩 仙界一重 这些东西 有一些材料 居然是炼制三十三天 质宝所需要的 方寒一看 心中大喜 直接就运用了手段 大炼宝树 把这些材料 融入三十三天世界中 立刻这三十三天世界 就爆发出了强烈光辉 三十三天质宝 和八部浮屠合二为一 固然威力无双 但也有弊端 就是这件宝贝 每一次晋升需要的材料 都不可思议 八部浮屠 由八剑宝贝 和本体山峰组成 九剑法宝 如果要炼制成仙气 那么就最少需要 九剑仙气的材料 而三十三天质宝 更为恐怖 最少需要炼制 三十三剑仙气的材料 融入其中 才能够化为仙气 这还是最为保守的估计 所以 方寒把天涯 胜到齿炼化了 根本只能炼成半仙气 要成为真正的仙气 恐怕还要许多的魔力 斩杀更多的天仙 甚至是炼化神仙 把八部浮屠 和三十三天质宝 结合之后的方寒 注定走上了一条掠夺之路 在太原仙府的宝库之中飞行着 方寒不停地在掠夺着 无数的材料 都融入了八部浮屠 三十三天世界之中 这太原仙府之中 有许多来自于仙界的材料 是炼制三十三天质宝必须的 方寒得到了这么庞大的帮助 那三十三天质宝所化的世界 越来越光明璀璨 从虚空之中 汲取造化之气的速度更快了 这座宝塔 本来经过了大阴果树的淬炼 变成了琉璃的颜色 现在颜色再度一变 有一些类似于天青的味道 好像天空一样深邃 方寒一路上 也不知道掠夺了多少法宝 融入其中 使得将来八部浮屠 变化为仙气的时候 少了许多道蜕变的手段 就在方寒不停地掠夺的时候 轰隆 一股强烈的力量 也冲入了太原仙府的 诸多空间之中 那力量平静下来 就出现了一个 身穿中央大世界服装的年轻人 身后跟随着五六个强大的巨无霸天仙 这是怎么回事 几位道主 为什么我们闯入了这么多的空间 但每个空间都空空荡荡 没有一点法宝 甚至连材料都没有一点 是被谁截足先登了 难道是太一门的太皇天 这个年轻人 对身后的几位天仙道 太皇天他们没有这么快 这太原仙府 每一个空间 都拥有极其厉害的阵法 要一一破开 天仙都艰难 我们刚刚闯入的几个空间 进法没有破掉 但是宝物却被收刮得干干净净 这是一种玄傲的手段 恐怕是高手 木野公子 木野大帝在这次神族大劫之后 就要飞升 再也拖延不住了 你就是下一代的继承人 得在神族大劫之中成长起来 修为羁压群雄才是 一尊天仙巨无霸道 怎么 我现在还不能够羁压群雄吗 我现在是天仙之巅峰 这位木野公子傲然道 再修炼上去就要突破神仙境界了 到时候还是得压制住修为 我乃是整个中央大世界第一天才 谁能够比我更强 木野公子 其实这个天地宇宙之中 有一些绝世天才 能够越境界挑战 有的人物 能够在虚仙境界 就击杀天仙 一尊天仙道 怎么可能 虚仙境界和天仙境界 相差十万八千年 怎么可能虚仙击杀天仙 木野公子全身一阵 此事是真的 最近从太上九卿天中 传出来的消息 说是一个叫做方寒的年轻人 以虚仙之身 搏杀天仙 杀死了天涯派的绝武神 随后天涯派的门主 崖宗道布置下了绝杀大阵围困他 被他全部破掉 还把天涯海阁的阁主崖武本杀死 什么 有这样的事情 木野公子眼神一下 显现出了兴奋无比的神情来 方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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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木野园纵横无敌 一直想找一个绝世天才 搏杀 居然碰到了一个 很好 很好 我要杀了他 吞噬掉他的天才血统 增强我的智慧和修为 以虚仙搏杀天仙的修为 实在是令我心旷神疑 第914章 十六倍天仙 木野公子 你倒是要小心 我们中央大世界的天机台 已经得到了情报 说这夺取太原仙府的宝藏 方寒此子有可能出现 一位身材四竹竿的天仙强者道 他出现更好 我就可以在这里击杀他 木野公子越来越兴奋 眼神中杀气如潮 毁灭时空 一波一波散发出去 竟然形成了种种幻象 他的眼神瞳孔中 显现出了亿万生灵 平行空间生灭的景象 也不知道修炼的是哪一种 旷古神通仙术 我们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 在太原仙府外面 布置下了天罗帝王 谁能够闯得进来 就算是神仙 也不可能无声无息被发现 在这玄黄大世界中 只有一尊高手 叫做玲珑仙尊 是个女子 那天接下来的使者 说要严防死守 但是到达现在 太原仙府被攻破 也没有发现此女的影子 可见此女也不敢来 又一尊天仙巨无霸大人物 冷笑连连 玲珑仙尊吗 我听说过 此女好像是得到了 鸿蒙密藏中的一部分 修成了神仙之境 现在是玄黄大世界第一高手 不过就算是神仙 更好 在世俗之中 受到了极大部分的压制 反而是我 没有突破 但本身具有神仙的实力 足可以把她擒拿搏杀 木野公子冷笑连连 此女 我希望她这次来到这里 那样 我就可以磨练磨练 把她 练成我的女母 公子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那玲珑仙尊 连神仙使者都奈何不得 还得到了新魔老人 赤约魔尊 人皇比 这三大绝品高手的辅助 我看这些空间之中 储存的法宝 消失的异常诡秘 都有可能是他们潜伏了进来 是吗 新魔老人这魔头 将大世界去建立新魔大教 差点被我们生生擒拿 我要练制一件魔宝 正好缺少一件 圣魔作为气灵 这个老魔 正未适合 还有那赤约魔尊 也一并封印了 至于人皇比 这件法宝 倒是个好东西 我一定要练花 木野公子神念击射出去 似乎是在推算着什么 就在这时 刷刷刷 树道光滑从天空之中落下 一个身穿明黄色衣服 头戴真龙冠 脚踏黄金战靴 宛如战神的男子 昂首阔步走了上来 这个男子的身后 也站立着几位天仙 气势可以让一个心欲 都为之崩溃 李诈 你来干什么 木野公子看见此人 脸色一寒 好像是遇到了最大的对手 你木野员能够来 我李诈就不能来吗 好像黄金战神一般的男子 神态却是懒洋洋 很是悠闲地道 这次神族大劫过后 你中央大世界之主 和我天王大世界之主 都要飞升 到时候 继承这两大世界的人 如果不出意外 就是你和我 难道你想 现在就和我较量一下吗 哼 较量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较量 我中央大世界的实力 不知道比你天王大世界 高多少倍 木野公子不屑地道 那也不一定 等中央大世界之主 飞升之后 如果你继承了位置 有可能这中央大世界 就会衰败下去 到时候 让我天王大世界 占据第一的位置 因为你太骄横了 木野员 你知道吗 太过骄横 会导致你双眼盲目 当你被人击败之后 就会一蹶不振 黄金战神一般的李炸道 哈哈 木野公子大笑起来 放眼天地之间 有谁能够击败我 难道是你吗 李炸 你能够击败我 或者你是在坐着 击败我的美吗 那也说不一定 李炸的双目之中 激射出浓浓战意 不过现在 我们两大世界 处于合作 先得到太原仙府的宝藏再说 这样 我们可以打一场赌 定输赢如何 什么赌我都不在话下 木野公子狂傲的奸笑 你要打什么赌 你知道 玄黄大世界 最近出了一个天才吗 真正的绝世天才 李炸道 是不是 那个叫做方寒的 木野公子道 把天涯派和太上九卿天 搅得七零八落 传闻之中 他才是虚线的修为 就可以搏杀天仙 嗯 你消息很灵通 其实这件事情 已经传播向了各个势力之中 许多势力中的绝世天才 都非常不服气 要来找这个小子较量一番 彻底镇压他 吞噬他的智慧 我和你打的这个赌约 就是看谁先情杀方寒 谁就赢了 以后 见面必须行礼 还要加上 实践度过了雷杰的远古绝品盗器 一见仙器如何 仙器 你居然还想拿仙器做赌约 木野公子 倒是微微吃了一惊 怎么 你怕了 我知道 你修为不容易 仙器难得 不过这样 你也别赌了 李诈昂起头来 好 赌就赌 难道我会怕你 木野公子 声音越发尖锐 简直是笑话 仙器虽然罕见 但我中央大世界 也不是拿不出来 就看谁先情杀方寒 不过 我还要加一个赌约 赌什么 李诈一愣 玲珑先尊 玄黄大世界第一高手 现在是一个叫做玲珑的女人 我们赌谁看能够把她抓捕 当做自己的女奴 如果谁输了 谁叫自斩修为如何 这个赌约 你敢不敢 不敢的话 那也可以回家缩着 木野公子更加的凶恶 自斩修为 李诈一个字一个字的重复着 显然这个赌约对于他来说 实在是太重 不但是他 对于谁来说 都是承受不起 怎么 不敢 木野公子转为冷笑 不愧是木野公子 果然大气 你们木野家族的血液之中 有流淌有疯狂的东西 传闻你们是上古战王天君 遗留下来的血脉 果然不凡 李诈道 不过 答应了 好 这才是我的对手 咱们就看 谁能够在大劫之中斩杀方寒 降服玲珑仙尊 木野公子哈哈大笑 不过 这次我肯定会比你先取到太原仙府之中的仙器 三座玄聘之门 那是我的囊中之物 那也未必 李诈身体一动 向空间最深处穿梭了过去 木野公子当然不让 双手一丝 无数黑洞出现 也深入了太原仙府的最深处 这太原仙府 有点和分宝岩相似 一层一层 宛如大宇宙 不过分宝岩虽然是上古仙器 多宝天君遗留下来的宝贝 但是 毕竟失去了仙道法则 里面许多大仙阵都催动不起来 远远不如这太原仙府中 大仙阵层不出穷 怎么回事 我们骑马深入了数千个平行空间 异度世界了 都是空空如也 连芝麻老鼠都没有一粒 渐渐地 穿越了无数大阵 破掉了骑马上百座仙阵 力量消耗不了 木野公子 李诈都没有发现一点宝藏 整个宝藏 大水洗过一般 空空荡荡 老鼠都养不活 而且更为诡异的是 那些大阵 没有一点破坏的迹象 好像是太原仙尊 在建造这座宝库的时候 并没有往里面储存任何的宝藏 太原仙府的更深处 积累越来越浑厚 许多想象不到的仙界材料 甚至是不朽物质 铸造成的上品盗器 都被它炼化 融入33天世界之中 那33天世界中的 33件法宝的虚影 越来越厚重 越来越凝炼 本来 33天至宝 只是上品盗器 构造成的世界 也不过是上品盗器的世界 而现在 吸收了太原仙府之中 那么多的仙界材料之后 居然开始向绝品盗器转化 当方寒把足足上万间宝库 一扫而空之后 突然33天至宝 大放光明 每一件至宝 如荣天拙 镇天环 这些宝贝每一件 突然发生了蜕变 全部都晋升为 真正的绝品盗器 然后那33天世界 陡然扩大 在那33天世界的核心深处 一尊造化仙王虚影 显现了出来 这造化仙王 大不可量 身高不知道多少万丈 深入仙界 一只脚踏入幽冥轮回之地 一只手放在仙界遥远深处 吐吸一口气 就化为了一个宇宙 睁开眼睛 那宇宙之中千百亿万的恒星 就被衍生了出来 造化之力 滚滚而下 刹那之间 方寒就感觉到力量 足足相当于 两三名天仙被炼化的力量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而八不浮屠的品质 向仙气大大晋升了一步 好好 好 我现在足足有了 16名天仙的力量联合 可是 我还没有突破到天仙之境 方寒心中纳闷 感觉到33天至宝 全部都晋升为绝品盗器 造化之力 融入了自己的本命世界 那天仙法子的虚影 都凝练了出来 但是却始终没有突破到天仙的境界 不知道为什么 而他现在的力量 是一般天仙的16倍之多 而且无暇之身 比天仙的仙体 也要强大得多 但是 他就是无法突破天仙之境 也就是说 他始终被仙界的规则所束缚 他打破仙界规则 晋升天仙 然后飞升仙界 比起普通的修士 要困难无数倍 嗯 后面似乎有两尊强大的存在 紧随我而来 方寒把33天至宝晋升的元气 压制了下来 运用大因果树一照 就看到了木野公子 李诈两人 还有数位天仙巨无霸的至尊强者 第915章 顺杀 这两个人 好强 比那牙宗道 都要强横得多 方寒运用大因果树 照射出了木野公子 李诈的影子 看见这两大高手 都笼罩在了一片圣光之中 就知道 两人力量强横 法力高深 而且不知道修炼了多少种神奇法门 仙界奇术 上古神通 看一看 这两人是什么来路 逆转时间 推算过去 方寒心念一动 一股股的因果之力 好像丝线一般 穿梭进入了时空中 随后无数的光影 从时空从流淌出来 就看见了木野公子 和李诈打赌的一幕 他修成了大因果树之后 推算过去未来的本事大增 未来难以推算一些 但是过去 却是一推一个准 就算是天仙 都逃脱不了他的推算 因为他的小宿命树太强横了 和大因果树结合 推算天机相得一张 不会出任何的纰漏 太狂妄了 这两人 杀 杀 杀 言怒吼道 一定要把两人都斩死 恋化 活生生地恋化 这两个人居然拿你当作赌注 要擒杀你 甚至还打玲珑仙尊的主意 可恶 实在是可恶 33天世界之中 许多的高手 都看到了方寒推算出来的景象 不由得也恼怒万分 恨不得立刻就杀死那两人 33天至宝 相继晋升为绝品盗器 造化之力奔涌而下 其中那新主 群星三老 还有五大魔宗的一些老古董 也相继突破混动镜 到达了虚仙境 不过他们的仙界雷伐 却并没有降临下来 是33天的世界 还有太原仙府的世界 相继隔绝了虚仙气息 只要他们不出去 天结就不会降临下来 不过 一旦离开这个世界 那天结立刻降临 群雷闪烁 不错 不错 这两个人 一个是中央大世界未来的继承人 一个是天王大世界未来的继承人 也好 现在玲珑仙尊他们 应该深入到了最深处 再收取玄聘之门 我就来会议会这两大高手 看是谁请拿谁 得到了太原仙府之中 这么多的宝藏 33天至宝 都成为了绝品盗器 我也要看一看我的无暇之身 到底有多么厉害 方寒冷笑连连 现在他修成大因果树之后 可谓是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世间自在王佛的福 已经彻底地开始发挥作用 隐藏 跳跃出万界 不在现实世界之中的隐藏手段 就算是神仙都难以发现 而且 他的力量 肉身 都已经不可思议 就算现在去仙界 也恐怕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 这要等他飞升 能够带八步浮涂上去才能够 按照仙界规则 就算是仙气 也不能够带上去飞升 否则就要遭遇到惩罚 必须是赤裸裸的飞升 走 去和他们碰一碰面 我看看 他们到底有什么本领情杀我 方寒身体一闪 消失不见 可恶 到底是谁取走了宝贝 我如果抓住此人 必定要让他碎尸万段 不让他死 让他每一节的身体 都放在天地之间 最为污秽的地方 再次穿越了许多绝大杀阵 那木野公子 李诈还是没有能够 寻找到一丝一毫的宝贝 倒是遭遇到了不少凶险 这两个人 还有周围的一些天仙巨无霸强者 都有一丝怒火在胸中燃烧 因为他们知道 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正常 是吗 你们要把我碎尸万段 我倒看一看 你们有什么本领 一道光环 从黑暗的虚空中显现出来 方寒单独一人 面带微笑 身上穿着一件 琉璃颜色的长袍 自从他修炼成无暇之身以后 把黄泉图 也都重新炼制了一遍 甚至其中的阿鼻之门 奈何之桥 都染上了一层琉璃的光泽 所以 这黄泉图 也都戴上了琉璃的颜色 谁 木野公子 李诈这两大高手 看着方寒的面孔 身形 立刻崩得笔直 似乎力剑出鞘 要斩杀破天空 四周空间裂痕大起 一个又一个小小世界生灭着 我就是你们 要补杀的方寒 你们刚才不是打赌了吗 谁先能够把我杀死 谁就可以赢得赌注 我现在 就出现在了你们面前 怎么都不敢杀了 你就是方寒 木野公子 李诈都是非常之人 不能说他们是人 因为已经脱离了人的生命形态 到达了先的境界 不错 就是你潜伏了进来 把太原仙府的宝藏 一扫而空 黄金战神一般的李诈道 是的 交出收瓜的宝藏 跪下 双手奉上 木野公子冷冷道 这样的话 你还耐够有一线生机 否则天上地下 没有一个人能够解救得了你 跪下吧 年轻人 你的世界 我们也都听说过 把天涯派和太上九卿天 搅得天翻地覆 但是 我告诉你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 并不是这两个小小门派一样 你充其量 不过是一只小虾米 像你这样的天才 两大世界不知道有多少 我劝你还是低调一点 跪下来磕头认错 要不然 天才被扼杀在强宝之中 那就可惜了 一尊中央大世界的巨无霸天仙 站立了出来 这天仙一头黑发 黑衣 闪烁着光泽 上面 刺绣有古老纹理 手上戴着一枚硕大的班纸 碧绿金银 这天仙 脸色十分的英俊 掌握全世 气势比起太上九卿天 和天涯派的一些道场之主 都要强大 显然在中央大世界之中 拥有至高的地位 西王道主 怎么你想先擒拿一下这个方寒吗 又一尊天仙笑笑 这个方寒 是木野公子要出手的 你恐怕还收拾他不下来呢 是吗 这个小子 有必要让他知道 中央大世界的天仙 和别的天仙是不同的 中央大世界 是天地宇宙的中央 高贵无比 西王道主上前一步 看着方寒 小子 你出手吧 我看看 你有什么狂傲的手段 碰 就在这黑衣黑发的西王道主 话音刚刚落下 余音还在空中回荡 砰的一声 他的身体就突然之间爆炸开来 似乎是遭遇到了什么致命一击 一个头颅在血肉之中飘荡 发出怒吼 要恢复过来 但是却始终没有办法凝聚 想凝聚身体 哪里有这么简单 魔神一般的声音 从虚空中传递出来 一只带着琉璃光泽的石爪祖龙之手 凭空抓了出来 一把就抓住他的头颅 一捏之间 这尊天仙道主所有的血气 甚至是体内的仙道法则 都凝聚成一团 化为了一枚血色的圆胎 吸收进入了方寒的体内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刚刚威风凛凛 不可一世的中央大世界西王道主 在眨眼之间就被杀死 并且炼化 甚至是连一句完整的话 都没有来得及说 全部炼化 不留一丝 不错不错 你的体内 有很多宝藏 你的精气浑厚 起码相当于两个太上九青天的天仙 的确是中央大世界的人 嗯 你体内的血脉 好强横 似乎是仙界大人物的血统 方寒身体出现在了西王道主 刚刚被击杀的地方 他把这尊天仙 整个人都吸收了进去之后 扎扎嘴巴 十分的舒服 好像喝了一口深茶 那西王道主在他的体内 瞬间就被融化 滚滚血脉 融入八部浮屠和三十三天世界 还有方寒的本命世界 方寒顿时感觉到了身体之中一阵燥热 同时他运用大因果树 就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了 那血脉之中 似乎和天界 一尊虚影大人物有联系 是天界大人物的血脉 那大人物端坐虚空 虽然没有天君那样强横 但却也是超越了惊心的存在 一些天界大人物 遗留下来的血脉 往往拥有超强的能力 那木野公子 乃至于统治中央大世界 整个世界的木野家族 传闻是天界战王天君的血脉 所以 后代之中绝世天才层出不穷 高手如云 统治了整个中央大世界 鸭服无数高手 号称三千大千世界第一 这大人物的血脉 对我极有弊义 看来以后 我得多多杀死一些古老的家族 掠夺他们身体之中的血脉 为我凝炼至宝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方寒畅快地炼化着这仙道法则和血肉 顿时那刚刚晋升为绝品道器的三十三天至宝 其中一件宝贝 就有晋升为半仙器的征兆 西王道主 这个时候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的高手 都狂猴起来 包括木野公子 李诈都震惊了 一股愤怒从他们心中生腾起来 无声无息 三言两语 一地位极高的天仙 就被方寒彻底斩杀 并且还当面炼化 而且 他们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多大的侮辱 这是多么无法想象的手段 杀 木野公子突然一掌 幻化出了千万巨手 在空中暴涨 天空之中出现了战王天军的虚影 这战王天军 无数手臂 无数头颅 全身上下 穿着铠甲 挥舞之间 无数仙灵产生 无数的仙人都跪拜 他打出绝世神招 第916章 撕炼 木野公子恼羞成怒之下 施展出了绝学仙术杀招 一掌打出 战王天军的异象显现出来 虚空之中 全部都是杀器 居然和大杀戮术的气息 有异曲同工之妙用 不过 大杀戮术的是 森森杀器 而这杀器之中 拥有磅礴的战役 战役一动 就好像无数天仙大军 排列了整齐的队形 向方寒蜂拥而来 光是那股战役 就可以开天辟地 崩灭一方世界 太原仙府的许多仙镇 被这战役一冲 立刻崩溃 木野公子 不愧是中央大世界 未来的继承人 一出手 还没有动用身上的仙器 就有如此威力 超越了牙宗道 简直是天才人物 可以想象得出 他也完全可以越级杀人 在长生秘境的时候 也可以学方寒斩杀仙人 上古天军的血脉 一代大世界的继承人 这两大光环 已经令得他再仙界 都不是无名之辈 方寒刚刚消化 西王道主的血脉 融化天仙法则 使得八部浮屠 更多了一层仙器 这杀气战役 把自己的肉身 都刺激地开始颤抖起来 方寒小子 天才也没有用 你居然敢偷袭 杀死我中央大世界的人 我要炼化了你 大战斗术 中央圣法 九州山河大真器 木野公子 在击杀出绝学的同时 整个人撑起 似乎和那战王天君的虚影 合二为一 他的真器 化为了一条中央之河 河流上飘荡着 九州山河的影子 好像集中了山河的力量 要把方寒彻底镇压 战王天君的血脉 果然非同凡响 方寒站立 纹丝不动 无瑕之身上面 显现出了琉璃光泽 无数古佛在他的身体毛孔之中 发出了声音 愿我来世 得菩提石 身如琉璃 内外明彻 尽无瑕会 愿我来世 得菩提石 这些古佛发出的禅畅 把他的无瑕之身 衬托得好像是上古万佛之祖 诸佛之源流 佛中之王 佛中之佛 什么战王天君 什么中央圣法 什么九州山河大真器 都是虚幻 统统给我烟消云散吧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一切都是空 因果放下 一切成空 物的虚空 就是真空 方寒大手伸出 佛光四射 因果之力爆发出来 无瑕之躯只印我 就把所有的战王天君虚影 中央圣法 九州山河大真器 统统抹杀掉了 一切都崩溃 化为虚空 方寒此时 就是佛中之王 什么 大因果朔 三千大道 命运不出 因果称王 怎么会这一门绝学 无上大道 木野公子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这一下就被破掉 大因果朔的威力 早就传播万件 不过是人人都知道 但却人人都没有见识过 因为这东西 就算是仙人 都难以修炼成 更别说是长生秘境的人物 而且 是佛门密不外传的功法 我因果大成 超脱万件 不在五行之中 你们还敢密谋对付我 实在是罪不可恕 方寒哈哈大笑 破掉这些攻击之后 浑身暴震 如海如天 如大道在身 化身亿万 稍微一晃动 全场都是他的影子 他现在真正展现出来了实力 恐怖的一塌糊涂 大手抓下 木野公子周身的几位天仙大巨头 脸色一变 各自都中了一掌 哇的一声 喷吐出鲜血来 大胆 天王大世界的未来继承人李诈 也大吃一惊 没有料到 方寒居然有压倒性的优势 此时此刻 他们面对的 好像已经不是一尊长生实众的真仙 而是面对神仙巅峰的强者 面对天界大人物 面对一些老古董高手才有的压迫 他也是超凡人物 立刻一动 全身黄金一般的战甲组合了起来 片片战群出现在腰围之上 一杆巨大的方天化戟 出现在手上 这方天化戟一出现 到处都弥漫着仙界乐章音符 这居然是一件仙器 而且是一件威力非常强大的仙器 不在大成圣刀之下 上面仙器之中 隐藏凶器 凶器之中 亿万魔神的魂魄缠绕着 不知道杀了多少生灵 稍微一震 天地之间就出现了一股 尸山血海的味道 仙器之中 弥漫了尸山血海的气息 这就是大吉显现出来的威势 图王大吉 李诈把手中的大吉一滑 好像开天辟地一般 条条杀气化为了空间裂痕 朝方寒席卷过去 顿时尸山血海的气息一下扩大 冲色宇宙 拥挤乾坤 把天地都要挤得爆炸开来 令人无处藏身 当 方寒反手一掌 硬生生地打在了 图王大吉的锋芒上 竟然以血肉之躯的身体 打开了这仙器的威能 那些尸山血海的气息 竟然被他的佛光给镇压了下去 纷纷瓦解 消灭 天地之中荡漾出了祥和的正气 他居然以肉身打开了仙器 用肉身 居然都可以抗衡仙器 这是什么肉身 肉身不可能会强横到这种程度 几个天仙看见了这一幕 吓得差点心脏 都从嗓子眼中跳跃了出来 那是无暇之身 全身没有瑕疵 竟如琉璃 这是佛界最为高深的古佛 才会凝练成这种身躯 难道他是上古大佛转世 我管你什么上古大佛转世 杀杀杀杀杀 木野公子 战役越发地澎湃起来 战王天君的血脉 不容亵渎 你越强大 只会激发我内心深处的战役 让我得到质的提升 我血液中的血脉 将会被你激发 我将成为至高的存在 刷 他的手上 也多出了一件仙器 这件仙器 是一柄青铜剑 在青铜剑上 没有一丝一毫的花纹 光塌塌一片 只有锋芒上流淌着奇异的光泽 稍微一震 那锋芒就已经激射了出去 席卷起一片仙刚元气 这件的气息 永远都是位居中央 中央古剑 王者至尊 天君荣耀 我心勇战 木野公子 手持仙器中央古剑 也是一件战力强横的仙器 他手持中央古剑 整个人的气息和宝贝合一 实力节节攀升 几乎是相当于 十尊普通天仙的力量联合 仙器的力量 比一般天仙 要强横得多 而木野公子的实力 也更是远远超越了一般天仙 力量结合起来 法力自然是可以 和神仙媲美 正因为如此 他才有如此强大的战役 狂傲的本钱 那中央大剑 撕裂开了方寒的佛光 居然直接斩杀 到了方寒的头顶上 锋利剑气 如日月之力 无可抵挡 当 一剑正斩杀中了方寒的额头 但是那额头上 连印子都没有冒出 甚至火花都没有 反而是那中央大剑上面 爆射出了阵阵怒吼 似乎是里面的气灵 遭到了伤害 没有用的 你们仙器 品质太低 根本无法攻破我的无瑕之身 方寒左右擎拿 一手抓向图王大己 一手抓向中央古剑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两件仙器的威力 还在天涯圣道尺之上 虽然都是下品仙器 比不得混元无极图 永恒神炉 玄品之门这些仙器宝贝 但如果 能够被自己夺取到 融入八部浮屠三十三天至宝中 胜过炼化十名天仙都不止 只要以后 在神族大劫之中 再斩杀一些神帝级别的高手 得到他们的神帝仙道法则 就可以把八部浮屠 化为仙器了 这样 才能够放心大胆地去仙剑 太狂妄了 居然想抓住我的仙器 中央大剑 被我用心血祭练了十八万年 早就和我自身血肉融合 气灵成为我的分身 你居然想夺走 这是痴心妄想 无瑕之身 也有瑕疵 我的杀招 砖破无瑕 看我这一招 大道有瑕 木野公子大剑再次一划 那轨迹之中 显现出了一张张地道图 每一片道图 都有残缺 蕴含着大道有瑕 不圆满的真理 大道都有瑕 你的身体 难道就没有瑕 木野公子 此时完全失去了狂傲 沉浸在一个奇妙的状态中 整个人的面孔 严肃无比 似乎是在激祈祷什么 在虔诚地膜拜什么 又好像是在领悟什么 和以前的狂野狂傲大不相同 一见次来 剑锋凝炼 竟然刺向了方寒的眼神瞳孔 最为脆弱的部位 大道非道 一切成空 有瑕无瑕 不在世间 大道也空 空而不空 非想非非想 莫可名状 方寒神色 好像古佛之王在说法 每一话都玄傲幽深 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禅机 让人看到他的动作 就能够要领悟出一些道理来 但是偏偏仔细一想 却似乎思维卡住了 难过地叫人吐血 让人觉得自己蠢笨无比 方寒此时 让人觉得 只有他才是天地之间 唯一的智者 所有的智慧 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而除此之外 所有的众生 都是愚昧无知的 都需要度化 需要解开心索 释放智慧 他有一种叫化 诸天苍生的味道 佛光大手 无暇之身抹杀而出 再次在瞳孔面前 抵挡住了中央大剑的剑锋 随后 他手掌一捏 就把这大剑抓住 然后一抖一撕 吃了 穆叶公子 整条拿剑的手臂 居然被撕裂了下来 那中央古剑 也落入了他的手中 第917章 激战 啊 穆叶公子发出了 惊天动地的嘶吼 断臂之痛 失去仙气之伤 令得他彻底疯狂 简直是无法压制住 血液中远古天军血脉的 那股疯狂战役 你 你你竟敢撕裂我手臂 夺取我中央古剑 你是不可能战胜我的 这样刺激我 只会使得你加速灭亡 刺激我的人 统统都灭亡了 没有一个幸免 中央不动战争之王 主宰圣法 他突然之间 施展出了更为厉害的 神通大仙术 身上熊熊火焰燃烧起来 在身体之上 那战王天军的虚影 再次凝聚 这次清晰了许多 就好像是真正的 仙界天军降临人间 那战王天军 居然是隐隐约约 成为了他的化身 变成中央不动战争之王 这是 类似于身外化身一般的 真实存在 而不是虚影 中央世界的一门 最为顶级的大仙术 用无数魔神精血 上古战场的意志 各种材料法宝 自身本源凝结成一个 身外化身 其中融合战王天军的气息 化身为战争之王 有浩瀚莫测之法力 镇压诸天鬼神之威猛 咔嚓咔嚓 他断裂掉的手臂 再次生长了出来 而且比以前更为强壮 那被方寒夺走的中央古剑 更是颤抖的剧烈 上面爆发出了阵阵怒吼 长寅 好像亿万生灵 在同时发出生命中 最为浓烈的呐喊 就要脱离方寒的镇压掌控 与此同时 木野公子神色冷酷 配合绝顶分身 中央不动战争之王 对着方寒打出了主宰圣法 这主宰圣法一打出来 立刻当空爆炸 凝结成了雷光 雷光没有任何的颜色 好像虚空雷 但却比虚空雷 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 这是主宰之雷 方寒从其中 都看到了大混沌雷法的虚影 显然主宰圣法这门仙术 居然包含了大混沌术 这门三千大道 一条红流朝着方寒冲击过来 那红流之中 无数王者主宰的英灵显现了出来 在长河之中臣服不定 这一刹那 方寒就感觉到 诸天万界之中 所有王者都是自己的敌人 自己居然举世为敌 方寒 这是主宰圣法 不在鬼斧神功大仙术之下的绝世奇功 这才是木叶公子 真正压香底的手段 他的主宰圣法 曾经得到过奇遇 把这门圣法修炼 到达了圆满层次 一共九十九种三千大道 融合一体 在三十三天世界之中 弥宝正在盘膝而坐 分宝炎被他 练得只有珠子大小 随着呼吸吞吐 在他的嘴里喷出来的气流之中 滚来滚去 自从方寒修炼大英果树以来 弥宝就在三十三天世界之中 参悟玄妙 在太原仙府一阵收刮 不知道汲取了多少仙界材料 晋升为绝品盗器的时候 弥宝也得到了不少好处 起源神拳修炼的精妙绝伦 一身修为更加巩固 他现在的力量 简直是相当于两三名天仙之力 而且 他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突破到天仙的境界 一旦突破 立刻蜕变 从人到仙 一步登天 他可不比方寒 虽然晋升天仙也非常困难 但现在也积蓄的积差不多了 而方寒就不同 实在是太过力量庞大 晋升天仙 不但是困难到了近乎于不可能的程度 而且一旦晋升 肯定是风云变色 惊天动地 主宰圣法 九十九种三千大道 居然集中于一身 方寒心中一动 慧眼看了过去 果然发现 那主宰王者长河之中 真的有九十九种三千大道凝聚在一起 还加上了不知道多少上古无上神通 其中 大混沌术 大战斗术 大统治术 这些三千大道 门门都修炼得精妙绝伦 尤其是大混沌术 方寒还没有学权 就学会其中的一种雷法 而现在 木野公子施展出来的主宰圣法之中 包含的大混沌术 却是完完整整的一套神通 主宰圣法一冲击上下 围绕方寒进行轰击 立刻他就感觉到 周身刚气 差点都被震散 无暇之身 虽然并没有什么事 但手上的中央古剑 却有一些把持不住 要重新回到对方的手里 木野公子 站立当场 打出主宰圣法的同时 他周围的几尊天仙 也团团旋转 结成了一座仙阵 突然一变 每个人都化为了一尊类似法宝 铠甲叶片的东西 附着在了木野公子的身上 这居然是一门古怪的仙术 天仙画甲 想一想 身上突然多出了一件铠甲 这件铠甲的每一块叶片 都是一名天仙所化 那这铠甲的力量 有多么的强横 穿上铠甲之后 木野公子的力量再次增加 全身更是保护在了一尊厚厚的战铠之中 中央古剑 竟然一下脱离了方寒的手掌 重新飞入他的掌握之中 好一个主宰圣法 不过我的神通 也不弱于你 看我天王大势借之无上神功 屠王阵遇到 看见木野公子如此凶猛 越战越是强横 那里诈也忍耐不住 那屠王大己一阵 也打出了由81种神通凝聚而成的一门神功 瞬息之间 空中就出现了一座座的神山 在那神山上 各种各样的惨烈灵理景象显现出来 有拔蛇地狱 有寒冰地狱 有游锅地狱 千奇百怪的地狱 都在神山之上 在地狱神山之上 无数的恶鬼 把生灵宰杀 而天空中 不停地有生灵降落下来 落到地狱之中 被恶鬼屠落 而在那些神山地狱的巅峰 都有一尊尊的图王坐镇 每一尊图王 都生的是青面獠牙 白发红金 手持各种兵器 坐镇地狱 煞气冲天而起 这是一门最为凶残的仙术 也轰击向了方寒 两大绝世天才加工 要把方寒杀死 我身无瑕 诸多污秽 不能加持其身 诸多恶业 不能害我性命 诸多玉利 不能蒙昧我智慧 方寒突然一下 静坐不动 身体上一圈琉璃光环击射出来 向外扩展 一个又一个的同心圆散发出去 把两种神通都拒之门外 怎么可能 怎么抵挡住了我的攻击 李诈似乎是有一些不相信 那图王大己 竟然无法击穿琉璃光环 什么道说 都抵挡不住我的攻击 我是天地之主宰 群仙之主宰 鬼神之主宰 木野公子却越来越狂傲 身体猛地跳跃起来 中央鼓剑一击之间 居然把琉璃光环 积的上面出现了裂痕 世间自在 跳出五行 佛陀入灭 一切成空 方寒继续端坐不动 那琉璃光环 突然变化 成了琉璃火焰 他整个人的形体 在琉璃火焰之中 化为了青烟 好像是消失了一般 整个人如上古佛陀灭度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存在于世间 这是他发动了 世间自在王佛福的功效 方寒这一下消失 就使得木野公子的绝学 主宰圣法 还有屠王阵遇到 全部都碰撞在一起 等于是两人相互之间 硬生生地拼杀了一几 不好 当主宰圣法 还有屠王阵遇到 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就连狂傲无边 战役无双的木野公子 都脸色一变 立刻把自己的主宰圣法 向内收缩 对于这门神通仙术 他已经修炼 到达了收发犹新 刚柔并激的程度 稍微一动 就可以完全收回来 木野公子 这方寒狡猾 你我联手 先把其斩杀再说 免得这妖孽 再祸害人间 黄金战神一般的礼价 也把屠王大己收了回来 两人的余波 在空中造成了 一个巨大黑洞 足可以吞噬一座星域 不过绝大部分的力量 还是被直接收回了体内 这一下 就显现出了 两人高深的操控能力 对于修为的精确把握 熄灭了此妖孽 木野公子大吼 高声吟唱 法力一波 强过一波 你们还想灭了我 我在哪里 你们都无法寻找到 真是一群井底之蛙 佛陀将士 普渡人间 一结一蕴 一因一果 轰隆 就在两人收回力量的同时 突然方寒从一个 虚无的世界之中 再次降临了下来 立刻之间 遍地都生长出了 赤色的真金 天空中白玉纷飞 佛陀 都是因为一个巨大的因缘 才从虚无之中 降临人间 方寒现在 就是因为巨大因缘 而出现的佛陀 他再次降临下来 正对着李扎的身后 大手支撑开来 依旧是洪荒祖龙的石肘 天龙古佛 洪荒神力 镇压千万 平行宇宙 都归虚空 祖龙之手 暴打下来 在其中显现出了荒神之池 三十三天至宝 甚至还有造化神拳 起源神拳 同时还蕴含着 举世同碑魂断天涯的两大绝学 这两大绝学杀招 是方寒吞噬了绝武神 雅物本之后得到的 都融入了小宿命术之中 现在也能够施展得出来 这一掌 不知道多少杀招打了下来 千万一到神光之中 使得李诈身体周围的黄金战甲 全部都寸寸裂开 那图王大己上面 都结出了一片片的龙灵 似乎要被龙化 杀 李诈再次打出了图王阵遇到 但是 这次这门盖世神通 却没有了任何作用 方寒是动用了真正的杀击 大手一练 眼神如血 呼吸之间 竟然施展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不 那图王大己 被一下阵飞 李诈整个人 连同周围的几尊天仙 全部都打成了一团血色雾气 第918章 再次炼化仙气 方寒这一下 是真正下了杀手 全身法力 配合上世间自在王佛福的妙用 一下消失 然后突然出现 任凭是李诈如何厉害 也不能够抵挡 一掌阵下 足足五位天仙强者 还有李诈本人都被打爆 炸成了血色雾气 每一丝雾气 都相当于一座大海 但是 方寒丝毫不在意 打爆之后 身体降临 催动了万物化龙爵 那些血色雾气 纷纷化为了龙形 再次被吞噬进入体内 而血色雾气之中的天仙法则 本命种子晶体世界 代表着一身修为的精华 神通凝聚 失去了血肉 还能够凝聚出来 最多损伤一些元气 失去了这本命世界法则 先到晶体 就等于是失去了灵魂 方寒在吞噬他们血肉精华的同时 自然瞄准了他们的天仙法则 一找抓了过去 要全部夺取 赶尽杀绝 一个不留 居然使得我气血损伤 死 血色雾气之中 李诈不知道施展了什么神通法宝 再次重生 一尊血淋淋的躯体生腾了起来 镇破万物化龙爵 那图王大己 再次焕发出了神光 周围的那些天仙 立刻都聚拢了起来 也在他的身上 凝结成了一尊铠甲 顿时 他的力量和木野公子一样 节节攀升 几乎是可以和神仙媲美 但是方寒的手段不止于此 他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变化 张口一吐 无数的火焰从口中喷射了出来 又全部都是流离近火 身体再次消失 化为虚空 涅而死 古佛入灭 让得李诈和木野公子 又都无法寻找到他 可恶 李诈大怒 刚刚被方寒一拳打爆 元气损伤了不少 想施展出绝世手段来反击 但方寒又彻底消失了 木野公子神情肃穆 耳朵不停颤抖 中央古剑一束 施展出了一个箭矢 竟然全身上下 没有一点破绽 似乎是方寒从哪一个方面来偷袭 都会遭到他强烈的反击和斩杀 方寒 你这杂种 就会一仗一张符 施展顿法 你有本领 真正和我一战 我必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化为浓血 我已经摆出了中央不动式 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偷袭我 都没有任何用处 畜生 快点出来 和我一战 如你所愿 方寒的声音 又从木野公子的背后传达出来 但是 木野公子身体一动 一剑居然从背后批出 准确的斩杀 向了方寒的声音泄露的地方 这一剑 有分裂宇宙 击破苍穹的气势 露面就死 畜生 木野公子大侯 全身天仙化身的铠甲 陡然颤抖起来 配合他的剑士 展开了共振 那中央古剑 剑气大作 我给了你们机会 这是你们自己在找死 方寒的声音 并没有因为剑士的力量而停止 他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直接伸出一只手 无瑕之手 上面清静如琉璃 直接就把剑锋抓住 整个人比起刚才更凶猛了十倍都不止 好像一座仙界的山王 无论中央古剑怎么震荡 都无法脱离他的手掌心 刚刚几个回合 我不过是在试探你们 看看你们的实力到底如何 能不能够让我受伤 威胁到我 现在看来 实力就是这个水平 令得我太失望了 看来我斩杀你们 并不要付出代价 宿命危能 因果之力 命运长河 永生之门 方寒一把握住中央古剑 脸上显现出笑容来 他刚才几下 的确是试探 谋而后动 还没有施展出 最为凌厉的杀手剑来 现在 几下试验出了两人的真正实力 方寒也就不再客气 突然一转 开始燃烧寿命 施展小宿命树和大因果树 同时 体内的八部浮屠 全力催动开来 荒神之池也开始狂暴 这一下攻击 等于是他彻底狂暴 浩浩荡荡的气流 冲入了那中央古剑的体内 其中爆发出来了无数真刚气流 正在里面的气灵尖叫无比 休想夺走我的中央古剑 畜生 今天要你死在这里 木野公子的身上 显现出异象 战甲再动 企图把中央古剑抽出来 施展绝世剑术 盘武练神 方寒脸色一点都不动 无暇之身 光芒绽放 从那荒神之池之中 身上数十张神仙符 当空飞出 化成了大阵 浓缩成一点 直接打入了中央古剑之中 碰 那中央古剑立刻就跳跃起来 整个剑身四舌一般的扭曲 好像全身的皮被包下来一般 痛苦不已 里面的仙道法则都产生了裂痕 方寒这一招 盘武练神 是抽取了十三章荒神之池中 神仙符组成的大阵 一下引动 打入仙气之中 这中央古剑 不过是下品仙气 自然难以承受 幸亏是方寒现在 是真仙级别 还不是天仙 否则的话 他就能够动用更为强大的玄仙符 那一幅就可以把这中央古剑重伤 如果是更高一个级别的金仙符 那威能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揣测得到的了 神仙符 木野公子终于动容了 眼神之中闪烁出了无比惊骇 你也知道恐怖 中央古剑 给我练画 仙气又如何 照样被我收取 你们今天 一个都别想走 全部为我的八部浮屠 三十三天至宝作为材料 血迹圣物 方寒毫不留情 大手再次猛抓 那中央古剑扭曲的身体绷的一下 彻底崩溃 化为了碎片 被方寒一下吸入了身体 庞大的仙力 仙震 仙道法则 疯狂涌入 使得八部浮屠三十三天 世界再次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件仙气 就算是最为低级的下品仙气 蕴含的仙道法则 都是十倍于天仙 尤其是这中央古剑 简直是下品仙气之中的巅峰 一下碎裂 涌入八部浮屠 比起当日炼化天涯圣道尺 更为凶神恶煞 砰砰砰 三十三天至宝之中的残天图化天杖以天矛周天仪 全部都一下从绝品道气 转化为了半仙气 尤其是那周天仪 是一个精密的球体仪器 四周星辰密布 许多空间在球体上产生着 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宇宙 三十三天至宝之中的周天仪 并不是用来攻击的 是用来推算天机 运转智慧 演变道数 综合元气 创造神通用的 比如 一门三千大道 可以演化出无数种无上神通 而各种三千大道 又可以组合出种种仙术来 这都可以用周天仪来推算 当然 周天仪最为强横的功能 就是补全大道仙术 比如 方寒现在的鬼斧神功大仙术 只有二十六种三千大道的融合 如果放入周天仪中 那就能够把其他的需要什么三千大道 给一一推算出来 这就是三十三天至宝的恐怖之处 要不然 这一套至宝 也算不上是造化神器 现在 中央古剑一下破裂 仙道法则冲入 使得周天仪一下变化为半仙气 立刻这一切的推算功能就显现了出来 方寒所会的无数神通 无数道数 无数武道都进入了其中 经过他的推算 在反馈给智慧灵时之中 使得方寒每一招 每一世 每一吐息的元气变化 都变得异常完美 无懈可击 而且 更为恐怖的是 那木野公子 李炸的每一次进攻 甚至是一个思维波动 元气波动 都在周天仪中反映出来 被方寒捕捉到 同时推算出了他们元气招式之中的破绽 此时此刻 三十三天至宝造化神器的威能 终于显现出了雏形 陡然之间 方寒的力量 到达了恐怖的十八尊天仙联合的存在 庞大的元气沉淀下去 使得他的力量无法提升了 似乎他肉身容纳的极限 就是这么多 除非他突破到天仙境界 力量才能够再次提升 我的中央古剑 木野公子 一口鲜血喷射了出来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已经和中央古剑 彻底失去了联系 被全部炼化 自己从此之后 彻彻底底地失去了这件仙气 再也回不来了 他几乎是要真正的封魔 虽然他是绝世天才 很早就修炼到达了天仙之境 但一身修为 还是一仗中央古剑 才能够发挥得出来 要知道 最差的仙气 都相当于实名天仙 现在失去了古剑 他的实力 等于是降低了大半 立刻 他气息衰落了下去 虽然他疯狂 但是实力就是实力 不会因为他的狂暴而翻倍 仙气失去了 在歇斯底里 也是枉然 真是周天 都纳入身体 方寒炼化中央古剑 也就是一眨眼的时间 体内已经过去了一千年 他只感觉到 自己每一招 每一次吐息 都已经暗合周天 跳动的脉络 整个周天 和人体有一种契合 木野公子 仙气被炼化 他的实力 不如我了 李炸心中是又惊又喜 惊得是方寒实力恐怖的 无法想象 喜得是木野公子 被激得失去了仙气 但是 在他这个念头 刚刚转过的时候 一只大手已经抓了过来 正是方寒 在方寒的大手之中 无数仙树都在酝酿 打的是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这大手还没有靠近他的身体 他的气血就开始翻涌 哇的一声 鲜血从七窍之中冒了出来 第919章 中央大地 图王大姐 给我拿来吧 方寒这一抓射来 目标其实并不是李炸 而是他手上的仙气 图王大姐 这口仙气 如果一下炼化 也足足相当于十尊天仙 法力虽然到达极限 但是八步浮屠和三十三天至宝的威力 会随之水涨船高 甚至又蜕变出更多的功能来 刚刚周天仪的变化 可是令得他的一肥浅 对于将来的修为 都有巨大好处 修想夺走我的仙气 触上 李炸虽然蹊跷流血 但却也不示弱 全身都发出黄金一般战神的光辉 似乎是吞服了什么丹药 修为一下暴涨 气息冲上 一拳打出 拳头上出现了龟甲式的裂痕 那裂痕古老而沧桑 显现出了天王大世界独特的纹理 在那纹理之上 似乎是沟通了仙界的某尊大人物 磅礴的力量 从他体内一个异度空间之中降落下来 焚神在眼 李炸一拳正中方寒胸口 是弓其必救之处 但是 方寒纹丝不动 任凭全境轰击在胸口 而大手继续抓向图王大己 猛烈的万物化龙爵 直接冲入了那大己的最深处 把里面的种种进法 都轰击得完全破裂开来 其中的气灵完全禁锢 啊 李炸一拳无功 大吃一惊 收回大己 不顾羞耻地向外逃走 在我的手上 没有人可以跑得掉的 没有人可以 方寒一步连踏 就把图王大己给抓住 运转造化神拳 起源神拳两种极端的力量 黄涌而入 几乎是体内十八尊天线的力量 全部打入 碰 整个图王大己开始瓦解 撕裂 上面显现出了浓烈的仙道法则破碎气息 噼里啪啦 一下炸开 这口仙气 也被方寒给强行撕裂 如果是以前 方寒就算要撕裂仙气 也要花费上千年的时间去炼化 但是现在 他修炼成无暇之身以后 因果大成 身体比仙气都要坚固 撕裂下品仙气 就容易了许多 更加上 他每杀死炼化一名天仙 法力就会增强许多 可谓是越战越勇 越战越强 这个世俗之中 除了一些法力实在是太高强 境界实在是太高的老古董 还真的没有人奈何得了他 理诈 木野公子都是绝世天才 但和方寒比起来 仍旧差了一些 好 又一柄仙气 被我收去了 再次练化 方寒张口一息 破碎的图王大己 进入了八部浮屠 和三十三天世界之中 这一次的仙道法则 带着浓浓的屠杀味道 和大杀戮术纯粹的杀戮不同 这里面带着无比的残忍 折磨气息 这口兵器 似乎是带着残忍而生的 巴大 巴大 经过了这件仙气的吸收 那三十三天质宝 其中再次有几件质宝 变化成了半仙气 每一件质宝 功能都非同寻常 刹那之间 方寒的眼前就豁然开朗 似乎再次敞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而八部浮屠各个世界 其中演变得更快 两大仙气庞大的元气 使得足足有上千个世界之中的 日月恒星 轰然凝聚成形 有了日月的照射 潮汐的更替 立刻那世界就化成了完整的天地 有的世界之中 甚至一些生灵 方寒再次得到了无比巨大的避意 这两个人 真是为我送宝来的 两件仙气 哪里去找啊 居然就这样白白便宜了我 方寒心中很是满意 再次跋身而起 周身一圈圈的佛光照射出来 居然再次锁定了木野公子 礼价两人 还有他们身上 化为战斗铠甲的天仙 你们这两位大公子 身上的仙道法则也不少 就给我进步 锁定之间 方寒施展出了通天彻地的手段 居然化成了两个字迹 分别扑杀向两人 木野公子 礼价这两大天之骄子 现在是节节败退 失去了仙气的他们 完全不是方寒的对手 几乎是立刻就要败亡 我不相信 我失败了 我木野公子 天地第一 永远无敌 立于不败之地 宁愿死 不愿退 木野公子的战意澎湃 人已经处于了一种疯狂的境地 既然你愿意死 就成全你 方寒攻势更为猛烈 突然一下施展出了 三十三造化神拳之中的 至天圣法 呜呜呜呜 至高的苍穹似乎崩塌下来 现在三十三天至宝 其中有许多至宝 都变化为了半仙气 其他的全部变化为了绝品到弃 他的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也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 尤其是最为厉害的至天圣法 简直是比凝聚了九十九种 神通齐全的鬼斧神功大仙术 都要厉害得多 蹦 这一手拍下 他身上的铠甲首先粉碎 那些化为铠甲的天仙 黄兔鲜血 脱离出来 都一脸震惊地看着方寒 恐怖森森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即将死亡 方寒连仙气都能够炼化 他们自然觉得 自己没有幸存的道理 但是 就在方寒至天圣法 运转到极致的瞬间 突然一个炸雷 从虚空中裂开 一个声音轰隆隆地传递过来 妖孽 你敢 这声音沧桑 似乎来自于远古 但慷慨激昂 所向无敌 伴随着声音的是一尊枯寿的大手 一抓之间 所有的元气 甚至诸天圣法的攻击 都被拉扯得成了一个椭圆形 朝他的手掌中央吸了过去 在他的手掌中央 出现了一个宇宙 第二宇宙 神仙手段 方寒叹息一声 知道已经失去了击杀木野公子 李炸的最好时机 所有的治天圣法 就此一收 整个人的身体向后猛飘 然后一掌反击过去 就把枯兽大手的第二宇宙 给直接震破 好法力 一个老头出现在了木野公子 李炸的前面 如亿万年的神像 气息冲天 异象分成 在背后再次显现出了第二宇宙 神仙降临 这个老头就是天王大世界之主 李天王 轰隆 这个李天王刚刚降临 又是一尊大人物降临 中央大世界之主 身材高大的中央大地 也降临了 随后 那神仙使者 也降临了 木野元 你现在终于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了吧 这方寒也是和你一样的星宿 但是他已经超越了天才的范围 天才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光芒 你虽然失去了中央古剑这柄仙气 但我中央大世界不同于一般的门派 仙气并不是没有 这一战 对你的磨练 远远超越了一件仙气 在将来 你修为大成 到达仙界 才能够与世争锋 仙界 才是修行之人终极的舞台 世俗之中的失败 并算不了什么 知道了吗 中央大地一出现 把守一招 木野元和身边的天仙 回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手指上 放射出了一丝丝的亮光 渗透进入了这些人的身体 他们的伤势 居然全部修复 给李诈疗伤 唯独神仙使者 看着方寒 一言不发 似乎是在打量着什么 两久之后 一个又一个黑洞 出现在了中央大地 李天王的身后 是两大世界的高手 全部都蜂拥过来 一尊尊的虚仙 真仙 乃至于巨无霸级别的天仙 气息如玉 把时空震得一片片的塌陷 那个人是 我们把这太原仙府外面 包裹得水泄不通 他是怎么闯进来的 看样子 这个人在这里 已经和木野公子 李诈战斗了一场 他们两人手上的仙气 都丢失了 中央古剑 屠王大姐 木野公子 都输了 他的战力 可是号称不在神仙之下 怎么说 连仙气都丢失了 那这个人 强横到了什么程度 他是谁 我知道了 他就是传说中的方寒 把上古道门太上九青天 还有天涯派沙的一个 落花流水的绝世人物 从杀戮之中崛起 腥风血雨之中诞生 这次 他也要抢夺太原仙府的宝藏吗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 都不会放过他 仙界也不会放过他 听说他和殿母天君 有很深的渊源 那这样 他死定了 两大世界的人物 都一论纷纷 其中有一些高手 也对方寒心折不已 毕竟面对两大世界的高手 都站立不动 丝毫不在乎的人 这个世俗之中 还没有能够见到 方寒 神仙使者说话了 语气冷冰冰的 我没有想到 你成长得这样的快 这样的迅速 才短短数月不见 你从一个小小界王境的奴隶 到达了可以搏杀天仙的程度 而且 还把八部浮屠 和三十三天至宝炼成 居然还运用了天界禁忌之术 把两剑法宝融合 这亵渎了造化 你比皇权大帝的罪果 还要严重知道吗 那又如何 方寒不动声色 天界降临下结束 甚至连最终审判都出来了 照样奈何我不得 难道还有什么 更强大的天结吗 最终审判 神仙使者道 这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 你根本抵挡不住最终审判 是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 替你把最终审判击溃 这件事情 我已经接到了上天的旨意 要彻查这件事情 你如果有击碎最终审判的力量 那天界之中都可以纵横 年轻人 中央大帝说话了 把中央古剑交出来吧